年长者很多膝盖疼痛 都一直在找大腿 但是你的髋关节一动 髋关节一动膝关节就自然动 好那问题来了 如果你这里没力 对对对 就是你的髋关节的源头是在这里 这一块肌肉强化 这个髋关节活动能力好了 这就带肠少了 膝盖就不痛了 一般来讲 年长者他万一直膝举不起来 他会怎样举到这里 对 他就卡住了 那就表示这一块下腹部核心出现严重问题 那解决了这个问题呢 我很多大姐她们要打破尿酸打PRP的 因为这里好了以后 那个破尿酸PRP就不用打 当她的核心被建置好的时候呢 其实年龄不是问题 我有训练一个25年制的王大哥 他到现在为止两个手掌压在地板 大腿内侧去顶住他的手肘 然后慢慢的重心往前引 然后这样脚就可以离开地板 哇塞 这样 欢迎来到如果云知道 高年级生的大小事 问凯云就知道 高年级生都有个困扰 觉得我整身腹都在痛了 然后肩颈也痛 背也酸痛 脚也没烂 所以导致生活上很多困扰 比方说走不远 比方说甚至严重的话 翻身要起床都很困难 我们常告诉大家高年级生的肌少症很麻烦 那么我们今天娶到了徐动音教练 这教练很厉害喔 你有多少高年级生的学生 然后最高龄的是几岁 我高年级学生大概有近千人 我是 好厉害 然后最年长的是25年制 25年制 86岁 86岁 86岁都可以练肌力啊 他还可以做乌鸦室 哇 好待会乌鸦室是什么有多难 我们最后徐教练会做给大家看 所以这是告诉我们 只要愿意开始练就有机会 对不对 是 那你说最重要的是哪里啊 我们要怎么开始练 其实我们所有的年长者行动迟缓 其实就是核心出了严重问题 那我们的核心呢 它是从胸肋骨以下 好 那髋关节以上的肌肉 所以是这一块 这一块 啊我知道啦 看到那年轻的六块肌那里 对对八块肌 是有八块 有八块 对八块 你有八块 有 来 让我们看一下 有 有 哇 它是总共有八块 哇 它是整个八块的肌肉 嗯哼 OK 那到底这个部分喔 如果说我们核心不好的人 生活上会出现哪些问题 我们就知道说 确实我要好好来增强了 其实我这八年多来 我观察我的所有的学生 我把它归纳为五个核心衰老的症状 第一个 当你发现你的头跟肩膀 要抬离床铺 感觉要很吃力的时候 那就是核心出问题了 所以光是头跟肩膀 肩膀要离开床铺 好 那第二个呢就是 你在床上啊要翻身 也是要很费力挪动身体的时候 感觉已经要很费力了 这个也是核心 是 那第三个呢 是看到矮凳子 或者是蹲似马桶 不敢蹲下 不敢坐 它站不起来 对 这也是核心 跟腿比较没有关系 是 大家都以为是腿耶 对 因为那个是核心 我等一下可以做一些游戏 让大家检测就知道 第四个呢就是 我们上下楼梯 爬没有两三阶 开始用手帮忙爬 所以光扶着没有关系 但是你手已经开始在出力 那就核心很严重 对 那第五个呢就是 我们进出轿车啊 那轿车比较矮 很低 然后你会发现年长者 开了门进不太去 就是因为他核心 出也出不太来 对 他挪动很久 门打开了人怎么都不出来 就是因为他的核心 没有办法让他身体移动的很快 老师那我疑问喔 那如果说我们核心好的话 因为很多人觉得 只有肩颈酸痛就是肩颈的问题 我腰痛就是腰的问题 我腰痛就是腰的问题 你说不是喔 主要是这个核心的问题 对 其实这一些都是跟核心有很绝对的关系 我举例来说 年长者很多膝盖疼痛 都一直在找大腿 那其实这样解释也没错 因为膝盖的上面就是大腿的股四头肌 但是问题来了 我们人走路喔 你假如髋关节不让他动 他膝关节是动不了 我走一小段你看 他就变成这样走 跟企鹅走如一样 但是你的髋关节一动 髋关节一动膝关节就自然动 好 那问题来了 如果你这里没力 对对对 就是你的髋关节的源头是在这里 是 所以要找到这里 这一块肌肉强化 这个髋关节活动能力好了 这就带肠少了 膝带就不痛了 好 所以我们徐教练最近就出了这一本书 其实健康2.0 我们节目也介绍过好几次 徐教练的超慢跑 这里面就可以让我们的核心逆临 对不对 OK 好 大家也可以在当中找方法 当然今天教练来现场了 也会教我们好方法 有一个检测方法 你说大家一定要试试看 这八年来我观察很多长者 我们就发现说很奇怪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核心 上腹部核心弱化的人 他的肩颈也跟着弱化 那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一直都以为肩颈痠痛 就是一直找肩背的肌肉 但实际上我们忽略了正面的肌肉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检测 就了解说这一块肌肉也不好 这一块也跟着不好 好 一举两得 来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检测呢 大家记得不要在床上 床上太软了 铺一个瑜伽垫在地上 透过瑜伽垫 然后两脚打开约肩宽 肩宽 脚后跟在臀部的正后方 不要在外侧 在臀部正后方 像我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可以 好 那慢慢的坐躺下来 躺下来 好 那我们的双手呢 放在大腿上 好 我们等一下卷腹上来的时候 手指头跟肩膀尽量往膝盖方向抬 抬到最高点停滞在这里一分钟 一分钟 好 预备 对 开始 一二三 还要慢慢的 我一下就上来了 没有关系 停滞在最高点 好 这时候你的手都不要施加压力 你看老师还可以碰到膝盖 我还碰不到我的膝盖 我只能拍大腿 这时候你就是专注在这块肌肉 然后假如这块肌肉力量够强大 你的肩颈就不会带长很多 但是这块肌肉弱化的人 他就开始找其他的肌肉来带长 所以一般比较严重的人 大概15秒到20秒 他就会发现他的头很重 然后肩颈就很酸 脖子就酸痛 所以这块肌肉不好 你的肩颈也会跟着弱化 就这样检测出来 了解 一分钟时间 来 现在几秒了 20秒 好 就一直缩覆 好 头跟肩膀不能往后掉 一直让肌肉产生一个紧张状态 去刺激这块肌肉 好 大家如果做的时候可以按按这里 这里是硬的 对 对 耶 感觉我可以过关 好 所以大家可以做这个第一个检测 这个假如说像凯云这样就不太有问题 但是我的学生里面 有些人要抬起来都很难 那我都鼓励他不要气馁 因为你现在面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再不解决 只会越来越衰老 可是如果他连抬起来都有困难的话 那他怎么训练这一块 还是慢慢的就借着这个动作来训练 还有一个方法 他万一真的都起不来的时候 我就建议他 用他的双手扶口 扶住耳朵 扶住耳朵 然后慢慢的先让头掀起来 那但是手不能抱头 手一抱头 我怕他用手的力量压他的脖子 会向到颈椎 颈椎 对 你就扶耳 然后慢慢的 让他的头跟肩背离地 一点点这样也可以 是 这样就达到缩缩 你看凯云你可以 一点点按手去摸这一块肌肉 有没有变硬 有耶 一点点就好 肩膀头离开地板 这个肌肉就启动 这一块肌肉不好 会影响到起床 我们所有人起床 我们模拟老人家起床 你看我们的头 头跟肩膀要起来 我们虽然说我都是用酸身的 但是你的头跟肩膀 还是要靠自己 所以你一翻身 头肩膀一起来 这一块肌肉不启动就起不来 那这一块肌肉不好 握病在床的几率很大 好 所以可以从手扶就耳朵 慢慢来练嘛 就帮忙 但是不能用抱头 因为抱头的话 会用手的力量强压 会造成颈椎受损 好 这是第一个检测动作 要持续一分钟 那第二个动作呢 第二个我们要检测的是 下腹部核心 刚刚是上面 现在是下面 下腹部核心 那这下腹部核心呢 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腰椎 所以这里不好 这里不好 那这里不好呢 甚至会影响到膝关节 好 怎么做呢 那我们这样躺下来之后 我们的双手按压在髋关节两侧 或者是你比较偏瘦的 你可以插到腰臀部下面都可以 那我是习惯是放在髋关节两侧 这边就可以 两脚伸直并了 好 等一下我们再做直吸举腿呢 是靠肚子这个下腹部核心 来做缩缩 我们的脚只是借由重量慢慢举起来 切记不得用甩的喔 好吸气慢慢缩缩上来 慢慢缩 尽量缩到90度 甚至超过一点都没关系 好 吐气慢慢延展出去 脚不落地最好 贴近地板 对抗地气引力 这时候是你的腰在承载重量 吸气慢慢缩缩上来 我觉得举上来都还好耶 下去停在那儿 对 吐气慢慢延展出去 越贴近越好 但不要落地 这样要做几下呢 吐气慢慢延展出去 是这样来回十次 一般来讲 年长者或者是老人家 他万一直吸举不起来 他会怎样 举到这里 对可能举到不到90度 他可能45度或65度 他就停滞了 他就卡住了 那就表示这一块 下腹部核心出现严重问题 他的腰一定跟着不好 然后我也观察到很多长者 这里不好的时候 膝盖就跟着痛 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很多大姐她们 要打破尿酸打PRP的 因为这里好了以后 那个破尿酸PRP就不用打 太好了 因为整个脊椎 应该是说膝盖退化 确实是很多高年级生 非常困扰的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切记不能用甩的 因为我做一次错误示范 很多长者 他为了使他的脚能够快速的起来 他就用甩的他就这样 这时候呢 当你举起来很快 这个肌肉快速缩缩 腰背的肌肉等于快速伸展 就出现问题 所以你一定要 专注在肚子 不能借由其他外力来做举腿 那万一很多长者 我说那我举不起来 可不可以有其他的替代 有 我们做初阶的 用屈膝的模式来训练也可以 屈膝 我们就先把膝盖 缩到肚子里面 好 然后听口令往前伸 尽量贴近地板 一样不要落地 慢慢吐气伸展出去 越贴近越好 慢慢吸气缩缩回来 一 慢慢吐气延展出去 慢慢吸气缩缩回来 二 这样来回十次 他也可以训练到下腹部核心 那我们刚刚做直膝是做检测 对 那检测你假如很衰弱 举不起来嘛 那我们就做取代的方式 就是用简单一点的 这样一样可以让我们的腰背的训练 会训练得很好 好 大家不要想说 这动作啊 好像只有训练到肚子 看起来比较慢啊等等的 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冷气房 教练已经是流很多汗了 其实真的耶 有训练到肌肉开始 强化的过程当中 这种肌力训练 真的蛮会冒汗 而且心跳也会起来 我们的肌肉只要动员的越多 是 心跳就会紧张 心脏就会紧张 因为动员越多 它血液疏松要快 所以这时候呢 就容易心跳快 然后你就容易散热了 了解 就我刚刚讲 仔细做不起来 我们可以做屈膝的 那屈膝的呢 对一般人来讲 我看过最衰老的 80几岁 他完全 连躺下去都不敢躺的 那我还要抱着他 慢慢让他躺下来 哇 他都可以做 对对对 好 所以喔 我的高年急身 没有借口了 不要这个爸爸妈妈说 我心中不好 我习惯 都不用做 不是 我们今天教练已经教大家 都很好 对 再来呢 有一个侧腹部的动作 对 因为侧腹部很重要 我们年长者 为什么握冰在床 连翻身都需要人家 帮忙翻身拍背 他是这个 这两侧的肌肉 侧腹部核心的肌肉失能 造成他连转身都无力 是 那我们所以说 我们就设计这个动作 两脚屈膝打开 约肩宽 一样脚后跟在臀部正后方 好 我们的双手压在脚后跟两侧 好用我们的手肘 将肩膀跟头撑起来预备 这样 对 撑起来预备 好 一摸右脚掌 二摸左脚掌 二再右脚掌 二再左脚掌 三 是不是这同时 比较上面的那块肌肉有训练到 对 他上腹部一定会刺激 是 五 二 这样来回十次 好 那你看 当我们摸脚的时候 这一块肌肉就在缩缩 是 这边 然后就会达到训练的效果 当这一块肌肉 不会失能的时候 我们在做转体的时候 就会变简单 因为我们要繁身 要靠这个肌肉缩缩 是 所以你会发现 年长者被锻炼之后 他连起床都会变简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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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練你剛不是說有個80幾歲的伯伯 他可以做烏鴉式 烏鴉式到底是什麼 怎麼做 當他的核心被建置好的時候 其實年齡不是問題 我有訓練一個25年制的王大哥 他到現在為止 兩個手掌壓在地板上 然後用我們的大腿內側 去頂住他的手肘 然後慢慢的重心往前引 然後這樣腳這裡可以離開地板 哇塞 這是個高難度動作 他就是要核心有力量 核心有力量的時候 這些動作對他來講都是簡單的 哇 不但是教我上千個高年級的時候 而且自己也練得非常非常的好 這樣才可以帶領更多人更健康 我們大家就從家裡頭 一張瑜伽墊開始來練吧 讓自己的腹部核心有能力 而且肌力產生之後 腰痠背痛 下背痛 甚至腳痛的問題 也希望大家可以不要而喻 如果雲知道 高年級生的大小事問凱雲就知道 我們今天謝謝教練 謝謝 下次再跟大家見面囉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鄭凱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而且也可以按下底下的超級感謝 來表達對我們的支持喔